大家好 今天是16日1日星期天 正巧今天是某個國家的 算是國難日嗎 應該怎麼說 因為這國家的人民真的蠻慘的 所以 不管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當然 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假如你收到一些短訊或是email 說你發生什麼事情 通常 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 Calm down Walk slow 就是慢慢來 不要太急 我今天早上一早起來就收到一個簡訊 就是WhatsApp簡訊 就很奇怪 那當然 我想這應該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不是什麼錯誤 那我就開始去查一下 然後 帶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詐騙集團 我今天早上收到一個 WhatsApp的簡訊 那你看 他現在這個Logo用Meta 就是Facebook現在的什麼公司 那Facebook有Instagram 有這個等等 那他跟我講說Copyright Instagram 打打打寫這些東西 然後給我一個鏈結 那他是一個 說是一個form 那他當然這些東西這個柱子是肯定是對的 那我就覺得好奇 這是怎麼回事 首先呢 就是說假如是遇到這種事情 要先Calm down一下 OK 首先第一個呢 我知道Facebook的Support 一般是在 不過一般來說 像我跟Facebook做這個 線上meeting的時候 他們基本上不會用WhatsApp 而是直接打電話給我的 很奇怪 所以說像這種會傳簡訊 這就是很奇怪 就是第一個 不太正確的地方 他們最多就是會寫email告訴我 通知我的什麼事情 然後呢 然後再加上這個 電話號碼90 就是那我去查了一下 是土耳其的電話號碼 OK 起來了 就從土耳其過來 然後我就 當我首先問他說 我有很多的這個Pages 那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那後來我就甚至我要給他 去找用那個Google Translate 翻譯一下 所以你是 這是從土耳其來的 有趣喔 這從土耳其來的喔 結果他就搜不到 可能也把我封鎖了 但那些小弟也 舉報了他啦 OK 我舉報了他 那現在我看一下 這個 這位先生的這個網站 是到這個地方 OK Businessforcenter.com 他叫我填我的user 跟我的password 那傻瓜才會填進去嗎 他不是就是 把我所有的 那個資料都 給到了嗎 所以在網路上 這是要小心啊 那 我就去看一下 這個 whois.com OK 去查一下這個 網站是誰的 然後我要順便查一下這個 就是說 Instagram 你看Instagram 他這個 whois.com 的register 他的contact 就是 這個 OK 非fb.com 那 我剛剛 之前有查過幾個 就這一個 你看他這個就很可疑啦 他register 是透過一家 就是傳視網路公司 那他的那個contact 你看 這個都很奇怪了 OK technical content 等等的 這都是 一個no no 不太正確啦 不太正確啦 啊 OK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contact 這一個網站呢 就是 確實是假的啦 好 那就是說 總結一下 只要各位遇到這種 警訊啊 聽你講一些問題呢 首先你就 要放鬆心情啦 先想想問一下到底是什麼事情 OK 然後自然再行動 不要很衝動的 就去 把你的 資料啊 尤其是你的 用戶名跟你的password 給繳出去啦 尤其是 有時候 那個鏈結啊 按鏈結的時候啊 大家要特別小心 OK 當然 有時候一早起來 像我剛才講 那個腦筋可能不太清醒的時候啊 也是要特別小心 就是 先放緩速度 因為一早起來遇到這事 我想 剛才拍個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要 那麼多人被騙啊 OK 好 今天就說到這裡 拜拜